應該還記得這個位置吧 特別注意 第一個就是我們相關的範例檔 第二個就是我們相關的講義 線上的講義我會把它放在雲端白板 所以我們上次上課是第一個單元 所以以第一個單元裡面的第一個範例 第一個範例就是這個 所以相關的那個補充的資料 包含就是解答 還有一些相關的程式 我都會把它放在這個連結裡面 那往後的範例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找那個後面的範例練習體 其實也可以在這邊找到答案 再來的話就是說 除了這些之外 我每一次上課有把它錄影下來 所以有些地方也許會講的稍微快一點 如果你還是聽不太懂的話 回去其實可以自行再加入到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裡面的話 我會放那個每一次上課的錄影 貼到這邊如果你有加進來的話 那它會自動轉信到你的信箱裡面 那因為這個是不公開的一個論壇 只有上課的學員才能夠加進到裡面 OK 所以裡面的話 當然會是像這樣 就是第一次上課 那第一次上課的內容在這裡 第一次上課的連結在這裡 OK 那你可以自行把它點開來之後 這邊就可以播放 看你是要全部播放 還是說你要跳著看都OK 比如說上一次上課 我們的重點大概 比如說講到REPT LEN 有沒有 還有TEST函數 OK應該都還有印象吧 然後另外的話 我們還要補充就是講到有關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這個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要做報表的話 當然用樞紐分析表 其實可以節省你很多的這個力氣 OK 然後再來就是說有關這個錄製劇齊部分 那所謂的錄製劇齊 上次有講過 其實就是說 以SEL本身 它會提供給你一個這個功能 就是說你程式不會寫沒關係 它會幫你寫出對應的程式 那你只需要什麼 把那一個滑鼠鍵盤的動作 把它做過一遍 錄製下來 它就會幫你寫出對應的程式 是吧 OK 也就是說 其實那個聚齊 裡面的程式就是VBA OK 雖然說它叫聚齊 你叫VBA其實也OK 那也就是說 如果有些VBA程式你不會寫的話 那實際上是可以透過什麼 可以錄製聚齊之後 你就可以拿來用 但是錄製聚齊下來的程式 有一些缺點 第一個 它是記錄滑鼠鍵盤的動作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你假設你會寫VBA的話 你是可以做修改的 OK 改成你要的那個樣子 另外聚齊本身沒有彈性 有些時候你做的那個動作 可能有些動作是需要有些變化的 那個時候的話 其實你如果看得懂那個聚齊裡面的VBA程式 你是可以自己做修改的喔 OK也就是某些功能喔 你可以再加上VBA之後 那就可以讓它變得非常有彈性 那也就是說有些程式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喔 把部分的不會寫程式錄製下來 然後再自己把VBA加上去 那這樣就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舉凡說那個像什麼 用VBA做網路爬蟲好了 這樣VBA本身 以上本身有那個 爬取網路資料的功能 但是問題像那個功能喔 它比較沒有辦法幫你做重複的動作 那沒關係 你可以把自己再把重複動作的那個程式加上去 那就可以達到你想要的那個目的了 我覺得這一點導致跟其他的程式語言比較不一樣 其他程式語言就是你不會寫 你抱歉 你就沒辦法把程式寫出來 除非你自己去找到對應的程式 他一般其他語言的話 是沒有所謂的錄製劇這個功能啦 那如果你學Python好了 他沒有那錄製劇 R也沒有啊 反正Java也沒有 都沒有 只有VBA有 所以這個我想錄製劇集 也算是這個VBA裡面的一個很大的特色 OK應該都有 那這因為有些東西 我有把它錄製 所以有些細節啦 如果你實在是還不太熟悉的話 我建議回去可以再把它看過啦 這樣的話好處就是說 或者說我們也不需要花太多力氣 再一直不斷repeat的同樣的東西上面 OK 所以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請各位再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範例的檔案 不妨把它打開來 所以上一次上課的那個範例的檔案 那基本上我們因為我把它存在這邊 就這個檔案你就把它直接再開起來 那我們上一次上課的話呢 其實已經開始寫一點東西了 那只是說上一次 我不確定你們有沒有存到檔 因為如果你沒有存 我是建議你們可以帶個隨身碟 然後把你每次上課的東西 直接存在隨身碟 不然我怕有些時候有些東西啊 之前上課的東西沒存檔 那如果我們要接著做的話 那你就會有點頭痛了 對不對 那不妨就是先開 那另外還有一點 因為之前我們有那個 就是錄一些聚集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有錄製聚集 或者你有寫VBA的話 它啟動的時候一定會出現啟用內容 那記得你一定要點它一下 那你的程式才能夠被執行 否則如果沒有點選它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被你的work 你現在點這個按鈕它不會work 但你按一下其他內容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去按串接的話 它會出現 那清楚這個 這個是之前我們寫的那個什麼 那個聚集部分 那今天的話我們要接著來看 所以VBA 我講過了 VBA部分的話 其實難度會更高 為什麼 因為VBA本身 它是你自己用程式寫出來的 就不是用錄製聚集的 那當然也沒有那麼複雜 所以請各位把那個 第一個單元 如果你有存檔的話 沒關係你就開 開起來 如果你沒有存檔 也是一樣開這個檔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 記得第一個請你把那個什麼 開發人員打開來 記得在哪裡嗎 這個上面有沒有 箭頭 其他命令 裡面的話有一個叫 制定功能區 然後開發人員 這一定要先打開 按確定就OK了 然後開發人員裡面的話 我們就是在這個visual Bay裡面撰寫 有沒有 然後程式在哪裡 在這裡 那記得呢 VBA這個開發環境 我的習慣第一個 先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第二個的話 把裡面這個有沒有 把它放大 那我們的程式基本上 會放在哪裡呢 一定是放在模組裡面 所以以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那Module 1 我把這個關掉 這個關掉 Module 1的話 就是上一次的這個 我們錄製下來去期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啦 你沒有怎麼辦 其實有個方法 假設你沒有 假設你沒有 沒關係 你可以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OK 這邊空了對不對 其實喔 在雲端上面有沒有 哪個地方呢 在雲端白板裡面 我有把每次上課的程式 都貼到我們的答案裡面 所以你可以往下 捲動到那個 第幾頁呢 往下到這邊 大概是 頁數的話 大概是在第12頁呢 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段程式 這個應該是在第12頁 OK喔 你等一下記一下 12頁這個地方 你把這個 Sub到EndSub 這個就是一個按鈕的一個程式 Sub到EndSub 這就是第二個按鈕 你只要Ctrl-C 然後呢 直接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模組裡面的 這個空白處 有沒有右邊喔 那就OK了啦 所以有的時候 你假設程式寫完 你不知道要存在哪裡 或者是你怕不見的話 有時候像我的習慣 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雲端上 需要的時候貼過來 改一改就好了 這也一招啦 OK 好 那這樣的話你就有 錄製聚集 那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如果執行的話 理論上這邊應該是OK的 清楚吧 那按鈕可能自己再加一下 這邊 把自己再拉一下 然後這邊有一個 一個串接 那VPA的話呢 我們上個禮 上上禮拜是 講到什麼 增加一個Module 2 所以如果假如 你上一次我看 我們是講到這裡 叫做門號公式 如果你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一樣嘛 你就是按右鍵 把它分開好了 其實你可以放一起 Module 1 寫在下面 但我上禮拜講 就是你可以把它分開來 再按右鍵 記得喔 插入模組 所以以後的話不管 寫VBA 或者錄製聚集 你就看模組就對了 OK 當然你還是有別的方法 可以寫在別的地方 但我不建議啦 這樣會比較簡單啦 不然的話 有的時候你亂放 放到最後自己都找不到寫在哪裡 那就麻煩了 反正就放模組就對了 OK喔 插入模組 這邊有Module 2 那我們上一次的那個程式碼在哪裡 這個是第12頁嘛 往下捲洞 應該是放在 在這裡 第幾頁 第14頁的地方 那實際上就是這個地方 14頁的這一行 把它Ctrl C 我看一下 Ctrl V的話貼到這邊來 貼到這裡 這樣的話應該就可以WALK了 我看一下 這樣能不能WALK 不過可能要改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好像要把上面兩列刪掉 所以你會發現貼上來的那個Sales的 14有沒有 它好像變成12了 所以你可能要把那個數字 列的位置本來是4 可能要把它改成2 所以這邊可能要改成2 4的部分把它改成2 這邊把它改成2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RUN一下 執行的話就上面這邊按執行 看一下 輸出了有沒有 把這個公式丟到這裡來 這個就上一次上課有沒有 講到的地方 OK 那待會的話我們要接著做 為什麼 因為這個做完嘛 只有怎麼樣 把這邊的公式丟到這邊 這個是12嘛 這個指的就是它 所以你丟過來這邊會顯示 但是呢底下還有很多還沒完成 怎麼辦呢 後面部分喔 我們就需要寫一個所謂的回圈 所以喔 重頭戲來了 因為以後你要處理重複性的事情喔 就必須要靠所有的回圈 那回圈在程式裡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 因為喔 你最討厭的事情就重複做事情 但是呢 電腦的專長就是幫你重複做 就是跑回圈就對了 OK喔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回圈學好的話 那以後很多事情喔 電腦都會幫你全部都做完了 OK喔 所以待會我們來看喔 如何 就是跑個回圈讓它全部完成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如果你上個禮拜 上次上課有存到檔的話 那你就直接把它開起來 那記得上方有個啟用內容 如果你沒有存到檔的話 也沒關係 你就自己再把Visual Basic環境打開 那記得喔 在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Visual Basic編輯器的那個 就是 專案的那個下方按右鍵 然後插入模組 然後把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12頁的程式貼過來 然後第14頁的地方程式貼過來 那就可以接著繼續做啦 OK喔 所以往後喔 有些東西假如你沒有存到檔的話 不妨我是建議你可以用一些方式喔 可以把它記得你這些東西啦 那程式我是建議喔 真的還是需要把它隨時留下一些軌跡 為什麼 因為以後你寫過的東西喔 你可能還是背不起來沒關係 但你可以怎麼 拿來複製貼來改就好了 因為說真的喔 我發現很多同學喔 最大的障礙就是那個程式喔 現場做都打得出來 回去就全部忘光了 OK喔 所以你要用什麼方式可以讓你這些程式可以繼續用 再不然的話喔 你就要熟練 可能至少要打個十遍吧 不過對於有同學來說 其實是會蠻辛苦的 但初期 也許你還沒那麼熟練之前喔 也許你可以 要不就參考我的雲端白板 要不我建議啦 如果可以你自己也可以建一個自己的白板 自己的雲端 善用雲端 這個其實是 我是覺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一種 這個什麼 學習程式的方法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上次上課的部分 先開起來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是讓程式全部跑完 試一下喔